大家好,歡迎收看城市論壇,我是蘇敬恒 整個星期,全城都沒有鮮肉食,上水逃房一個內地豬,讓本驗出非洲豬瘟 政府關了逃房來消毒,還燒在牆內6500隻豬 想著還有私營的荃灣逃房可以劏本地豬,怎知荃灣逃房又說要清潔停運 搞到鮮豬、牛羊都沒有供應,賣餃子、豬骨湯等食肆叫苦連天 以為有回鮮肉應市,食環處昨天下午說荃灣逃房今天凌晨會恢復陶宰服務 最快今天有新鮮豬肉,怎知昨天食環處說逃房未收到客戶要求提供陶宰服務的資料 相信今天又不會有新鮮豬肉食 這次事件反映出本地逃房運作上的一些問題 究竟私營的荃灣逃房又沒有違反牌照規定呢? 非洲豬溫就不會傳人的,政府就說沒有食用風險的 豬隻完全煮熟之後都還是可以吃的 不過為了防止非洲豬溫在本地爆發,有什麼防疫措施可以加強呢? 內地豬和本地豬分流去兩個逃房湯又行不行呢? 抽驗多些內地豬又可不可行呢? 今天的題目就是 關逃房,沒有鮮肉食,抗豬溫再探防疫 我們今天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王碧雲 大家好 還有香港禽畜業聯會副主席林榮元 各位好,早安 另外還有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 各位早安,大家好 另外還有立法會魚龍界界別議員何俊賢 何俊賢也是剛才我說的黃碧雲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現場還有兩間座堂在這裡 分別是來自福建中學的同學 以及秦道中學的同學 歡迎大家 今天先講講不如最新的狀況 昨天的資訊都比較混亂 因為有兩位業界朋友在這裡 不如講講其實現在兩個逃房的運作點 究竟是不是明天我們真的有新鮮豬肉食 許先生和林先生 首先我和大家 因為四周豬群來說 對市民帶來接近有九天的不便 這個我代表業界 和大家和市民說一聲 三個字,對不起 多多包容 說回我們兩個逃場來說 大家都知道 我們所有現場的豬 八百之九十五是來自我們中國內地的 是有0.5%是我們本地的產品 五個百分 五個百分 這是一個字樣場 最主要就是上天圖上 大家都知道 是處理日常的 接近四千豬 那荃灣的能量 一向都是小的 只能夠處理五至六百隻豬 因為它的牌子 頂角只有1000 就是有一個牌子 給它處理 所以這方面來說 分流上 或者在未發生事 我們和政府 都溝通過交流過 是不是不可行呢 以現時來說 做是大家去磋商 有什麼事來說 不要全部運 一闖不得有二闖 我們就是 希望做到 對這個供應鮮肉的市民的生活 日常生活的習慣 影響盡量減少 說回正題 由於來說 昨天在直至下午三點鐘 我們先到收到一個正式通知 就是 常舉逃房 已經是解除這個地區的頒布 所有的運作 就開始正常了 你想想到現在 還未夠二十四小時 我們業界都盡量做好 各方面的配合 在今天來說 稍後時間 第一批國內來的活出 會供應香港 好 我想問一句 許先生 那全灣逃房說 未收到客戶要求提供屠宰服務 是否你們還未提出要求 這個可以這樣說 這個就反映到 政府 一向都是用業界的溝通 出現問題 今次政府的教訓 應該吸取教訓 一向來講 一個 挫鬚 是不是 一個 困難 像這次事件 為什麼我們是 因為 大家來講 本地農場的農友 都積聚了 因為起碼都停了七天 積聚了一批豬 所以 有些豬 就需要提早 進去荃灣 因為所有的車隊 平時突然來講 都是每天運過二三百 突然運到一千 阿榮哥 所以這個運輸上有壓力 所以先提早運進去 那有沒有提出徒載服務的要求 我們 有還是沒有呢 大部分的浴箱都是上水的 也有部分是在荃灣湯 那荃灣湯 若問那些人來講 當然沒有問題 上水那些人來講 要進去的 也要很多手續 這是暫時的時間 有一批豬進去 湯不湯 他應該要問一下 那個內貨者 他都沒有問 善意舒服 他以為降的慣例 今天來的豬 明天晚上 凌晨一定湯 除非你有事 所以這件事 我相信 最大的問題 是政府在溝通問題 好 看看林榮媛 怎樣看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農場作業者 我們都是代表業界 譬如昨天 荃灣逃房 日進豬的狀況來講 我們得到的消息 到下午兩點都是 其實預算進去的豬 都是未來二十號 早上才會供應出市面 即是星期一才會供應 沒錯 其實進去的豬 其實一早 就算你看新聞的消息 各方面的消息 都是同步和上水 同一時間供應 因為如果二十號 上水是開的 是真的有鮮肉供應來講 今天十九號 肯定的運輸 是全部爆了 只是供應上水 都搞不定的 所以我們得識 就是那個運輸 那裡 就是在早一天 將豬 運進去荃灣逃房 令到今天上水 那個運輸 就全程走上水 據我現在來說 也是 不停地 現在的車是沒有 不斷地上 所以我 也收到消息 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 有個消息說 喂 荃灣是預算 明天有鮮肉供應的時候 整個消息鏈 全部都斷了 亂了 之後 其實那些豬 一直都是預算 今晚湯 明天早供應市場 就是政府自己誤會了 可能是這樣 我也覺得 謠言滿天飛 好 精簡一點 好 看看另外兩位議員 怎麼看 這次是不是 業界覺得有點混亂 是不是 我想 整件事 我們在立法會 1月8日的時候 食慧的事務委會 已經在討論著 非洲豬瘟 當時政府 跟我們說 公港的內地牆 和香港的農場 都沒有發現非洲豬瘟的病毒 但是這次我們發現 就是在上水逃房 就是說已經 內地豬 應該就是內地豬了 混了來香港的上水的逃房 就在湯的時候 才在內臟發現到非洲豬瘟 那個問題 我覺得 除了我們說現在 訊息混亂的問題 什麼時候有新鮮豬肉吃呢 我覺得 比較 我們需要知道 就是說 這一隻有病的豬 其實是在哪一個農場 在大陸哪一個農場 三江來的 是的 為什麼 他們運到來 深圳的清水河 他們集中了生口 在那裡 然後一段時間 才坐車過來香港 上水逃房 為什麼在清水河 那裡的時候 沒有發現豬有事呢 所以 問題是 源頭的把關 似乎做得不夠了 政府就說 源頭那裡 由國內 國家質管總局 還有中國的海關 他們是應該要看 還有那些入口商 五峰行 或者港南行 他們其實都應該要確保 那些豬是來自公港的註冊農場 還有那些豬是沒有豬瘟 才應該車過來香港的 那為什麼不是 我們在他沒有過關之前 沒有抵抗之前 已經發現到他有問題呢 而是到了逃房 上水逃房的時候才發現 如果你在逃房才發現 政府已經說了 他那個檢疫措施 就會是整個逃房裡面 所有的豬都會殺光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說我們在源頭那裡 第一要追蹤回源頭 確保那裡不會再有豬 第二就是 要在源頭把關那裡 加強那個抽驗 早些發現有問題 就不要過來 那就不會在香港出現 要殺豬 跟著又要賠二千萬公帑 然後搞到大家呢 就 後備農場 又發揮不到後備狀 逃逃 好 稍後我們可以講講 在香港怎麼可以加強防疫 看看何俊仁怎麼看 昨天這個資訊混亂 是怎麼看的呢 多謝各位市民 還有那個堅叔 還有袁哥還有黃議員 其實呢 這件事呢 有好處也有壞處 就是呢 如果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呢 通常有很多的市民 都未必能夠知道 香港還有43個豬場 還供應著很多的豬給香港 甚至在我們危急的時候 可以發揮關鍵的作用 不過呢 我相信呢 各位市民都要留意 勤促行業呢 跟一般的行業不同 它不像我們在街邊那裡 開一間士多那樣 你叫你開就開 山就山 逃房也是一樣 一定要通過充足的溝通 就好像我們剛剛 剛剛特別提到的檢疫也好呢 你說它是不是能夠 在內地的農場 完全做完檢疫 證明豬沒有非洲豬瘟過來呢 其實在病理上 只能夠說 在那一刻它沒有 它是做了的 非洲豬瘟的潛伏期呢 是96個小時 所以呢 我們也不能夠單純去看看 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裏面 只是驗了92個版 當然我是認為非常不足的 我要看整套的檢疫系統 包括在農場裡面 它自己的檢疫 國家質檢總局 即省的級數 省質檢總局那裡 去發一個合資格證明書 即安全衛生證明書 過到清水河 再要隔離八個小時 然後再經過兩至三重的目測 由我們香港的獸醫去看它 有沒有一個病症 因為非洲豬瘟 其實是一個病症 相對明顯的病症 它的面會紅的 豬會紅的 所以一見到有病症 就退回回頭 所以某個程度上 整套系統 最後的96個版 是首尾門某程度上 但是有沒有完善的地方 絕對有 至於剛剛主持也特別提到 對於資訊的混亂 就是剛剛我特別提到 關於市多經營的問題 政府在文件上 可能在發放訊息的時候 就太過大安指意 在文件上和理論上 覺得它可以開的 大家記得局長跳出來 上水逃房要關閉了 荃灣逃房還可以開的 5月10號那時候 局長就是這樣說的 對,他還是這樣說的 那為什麼呢? 我們分析回這件事情 其實他也不是無理 他覺得你做得到 但是問題就是 荃灣逃房的供應網絡 是不覆蓋全港所有浴蕩的 它牽涉到人力 物力 甚至生產線上的增加成本等等 會導致這個私營的逃房 它會考慮到它自己經營的利益 或者我能不能做得到 它會有個人的考慮 所以我們應該在這次事件 去看回頭 究竟 特區政府在我們1月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即是2019年 2018年的12月的時候 去到珠海的時候 我們就出了一個不合作的運動等等 其實是想警惕政府 希望它提出一些緊急的應變措施 行業很簡單的 我相信堅叔都明白 只有四個情景 第一 這次這樣 上水逃房停 第二個情景 荃灣逃房停 第三個情景 就是兩個逃房都停 第四 就是內地活著 真的很大部分都有問題 減供或者停供 最後一個方案就是 我們香港農場停 這五個方案的話 其實是很簡單的 ABC題 擺了出來 就應該跟行業去諮商 我們面對這些情況 應該怎樣做 好 我想插個少許 關於荃灣逃房那裏 剛才何柱然提到 可能關於成本 人力物力的問題 但我之前 何柱然也有提過 你覺得荃灣逃房 是不能夠不營運的 因為有活豬送到逃房 就一定要劏 那個停運是違反 和政府之間的牌照條款的 那他們是不是有違反呢 你覺得 違反呢 當然是我對他的一種言論的壓力 但是 某個程度上 我們那時候的資訊 都是 資訊的營運那方面 我覺得那時候都是混亂的 那他停了 突然間沒有消息出來 為什麼要停 其實隔了一兩天 他才出來說他消毒清潔的 所以我們從一個豬籠的角度看 我們就說 我有豬來 你告訴他你為什麼不供 那如果你沒有解釋的話 就違反了牌照的合約 但是呢 我們行業裏面自己都談過 其實荃灣的逃房 和政府之間的民宿交往 我都 預計到他的結果是這樣的 一定找到一些 相對合理的藉口 你不能夠說他錯的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形成到 荃灣逃房他都會考慮到 我怎樣說才對 怎樣能夠符合我們的利益 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關鍵 究竟怎樣為我們各個持份者裏面 搭建一個平台溝通 制定基礎 讓大家的平台裏面 都說了可能 就算是口頭上的合約也好 都會知道我們下一步怎樣做 不是突然間出事之後 荃灣逃房可以開的 你們進了豬來他可以開的 這樣呢 這個就是政府的協調責任 好 其實呢 如果我們看這條逃房規例 第十四條是說 如果是 什麼情況下 你拒絕那些食用生口 運到荃灣逃房的 一是 你就是不夠地方融立 那些生口 即是說爆了 所以就不讓這些豬來了 第二個可能性呢 就是你有合理的辯解 那這次荃灣逃房 有沒有合理的辯解 是拒絕這些生口進來 和屠宰呢 還有一條條例呢 也都說的 如果有人需要屠宰服務 即這些生口 他書面通知荃灣逃房 喂你要開 因為上水山 那我的本地豬要屠宰 那他是不可以不做的 所以這次呢 他有沒有合理辯解 為什麼有需求 需要拒絕 他們不肯去拒絕那些豬 那現在是我們聽不到 荃灣逃房是有些合理辯的 他就說 其實這次 這次非洲豬瘟 不是在荃灣逃房發現的 那他的問題就是說 咦 為什麼那裡沒事 即是上水有事 為什麼荃灣都會收檔不開呢 其實荃灣逃房 在我業界來說 我都覺得他有合法的理據 他說消毒清潔 其實我自己都接受的 問題是一件事 你的消息不是在第一天出 是在第五天才出 第五天出已經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政府來說 他第一天停 政府好像完全不知道他停 其實我們業界已經有提出的了 那你當時搞這個 純粹殺柱那裡 封了做了疫區來說 其實我的焦點就放在上水 那你沒理由在第五天 你才跟我說 你消毒清潔 整個上水這麼大 大概成十倍 人家都可以幾天之間搞定 你做了四五天 你才跟我說 清潔消毒 什麼原因 第五天才說 在我們業界來說 我們已經放棄了荃灣逃房 其實我們業界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希望政府 在源頭檢疫制度 一定要做得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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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十天八日豬 我們本地的農場 是辛苦 是不見錢 但我們從來沒有要求政府 去賠償各方面的事情 十天八天 不賣豬不是問題 我們擔心 如果有一天 非洲豬群來到香港的話 我們香港的農場 是沒有一天有豬賣的 這是我們業界最重要的點 放在這裡 林先生 為什麼會覺得 荃灣逃房的說法 你都覺得可以接受 你之前就覺得 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之前的 外面傳的消息 就說 你們本地只有二三八豬 或者只有幾十隻豬 我不夠疲費 你不夠疲費 就跟我說 我打爆你荃灣逃房也還可以 是不是 你完全都不對話 你只是說沒用 那你去到第五天 你先和你的消毒清潔 如果你消毒清潔 你第一天說 我會接受你的 我留意在這裡說 我絕對接受 其實就說 保障全香港市民 供應到新鮮 和乾淨的衛生豬肉給他們吃 大家都會想的 但是你的理據 沒有理由在第五天 在外面說 這一點就接受不了 我保存這句 剛才我所說的 文書上的合理理據 我不能反駁 是真是假 內裡人才知道 所以我同意林先生 你剛剛說的 第一天出來不說 喂! 上水逃房有風險 批豬可能都那裡 會過來我們荃灣 我停幾天去清洗 其實是那時候接受的 但是正如剛剛所說的 我們當時收到的消息 並不是這樣 是因為 你這樣啊 你突然間那些豬離開 我又要人手 物力 人力物力 運輸等等的話 我就在這段短時間 我投放了資源 可能只做五天 或者十天 它值不值呢 它就有一個商業的考慮 但是這些原因呢 全部都在桌底下面 但是桌面上的原因 就是我清潔消毒 這一個人呢 就是你不要煩我了 我就不如同 最好的情況 就是我們自己預計 最好的情況就是 上水、荃灣一起開 內地豬、香港豬 它一起去 對於荃灣逃房的利益 某個程度上最大 好啊 提供一點資料 就是剛才我跟大家說過 就是說 其實 荃灣逃房和上水逃房 在年初一、二、三 都已經是消毒了三天 現在就是剛剛三個月 還有些人就提出 就是說 如果它要消毒的話 都不用消毒整個禮拜 它應該兩、三天就可以搞得怎樣 剛才華碧雲都說 其實它那裡是沒有發現非洲豬瘟 根本都 是不是需要消毒都受到質疑 那就看一下 一句而已 所以合理和不合理呢 我覺得是合理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信不信 我有這樣的看法 是吧 因為始終非洲豬瘟 都是在香港 手中發言的 所以做起來 有時候 有時候 很多事情來講 只可以四個字 亂了大陸 譬如 我不是為全民人說話 那全民人說 那全民人說 晚上我也是有聯絡 那個藍士人 可不可以容納多些 或者不要說多 你去那間行車 七百多 那些說話 我盡量調配人手 就是那些人和我聯繫過 那些人突然間又沒有 那這方面我們就不知道 那些人說 我就不是跟他們說話 因為在上水途中發生的事來講 那你的運輸車來講 那本地來講 在主場 在荃灣去些 上水去些 那是否會在 大家造成交代感染呢 變成了可能 是否上水沒有 不是 荃灣沒有的 你通過這樣的交代感染 連荃灣都感染了 人家也會考慮你的因素 是吧 那至於你說 是否真的要即時公佈 我要清潔消毒 即是否有些事情 我現在清潔消毒 那告訴大家 我想大家見仁見智 我就希望大家 這件事件 是首次 大家應該要多多包容 好 我問一問 許先生 有報導說 引述荃灣逃房的董事 鍾慧萍說 為什麼不開 就是因為本地豬不夠 很難分配給所有買手 談不定的寧願不開 是否這樣 這個實情 我想這個 這個來講是沒有斷的 是吧 現在豬的拍賣市場好 不論是本地豬農 農有路 都是公平公正的 是吧 正所謂來的 價錢來講 你肯賣 我肯賣 是吧 沒有說規定的 是吧 香港市場來的 不止內利來講 或者價格 或者價低 買魚不買來講 我現在 在這裏討論 我想就是 但是這個牽涉市民的生活 現在不是你去買衣服 你喜歡買就不買 這牽涉大家 全香港很多食肆 很多浴蕩 大家買 我又可以這樣 不是只是你買不買 這麼簡單 我又可以這樣回應 這是生活需要來的 沒錯 因為這樣沒有了來講 我們有 部份肉商 都想在荃灣 拿這個本地豬去供應 是吧 因為大家的價錢來講 就可能來講 談不成 是吧 而且你的公正量 亦都是 是否收受到 好像 我拖了荃灣 那沒有問題 我再拖 我還沒拖荃灣 那別人問 你的豬 我早上送去哪裏 怎樣送給你呢 是吧 那麼我們 也要跟他溝通 就是時間的 是吧 但剛才黃碧雲也提到 那個牌照 是說一定要拖 他不可以拒絕 那個逃房的服務 如果有需求的時候 除非你有很合理的解釋 所以剛才都說了 如果你要清潔消毒 你不需要搞這麼多日 之後才來清潔消毒 我覺得整件事有些古怪 因為上水逃房 就是政府建的 營運商就給了五封行 五封行的營運商 那荃灣逃房 就是一個私營的一個逃房 但是他大概三成股權 都是五封行 其他的就是其他的私人 那究竟五封行 他自己兩個牆 都是他自己有份 一個他是營運商 一個他有股權 究竟中間他有些什麼利益 考慮呢 其實現在大家是不知道的 但問題 一般正常的想法 就是如果上水逃房 要關門要清潔的時候 防疫 荃灣逃房就是 喂 獨市了 是不是 全香港 如果那些人要吃新鮮豬 就一定要去找荃灣逃房幫忙 那為什麼你不是打開門口 就做生意 而是在那裡拖拖拉拉 總之上水停 我又停了 整件事 是一個 一個謎來的 我們是未解開到這個謎的 還有你沒理由有生意都不做 那究竟是因為你認為 是不夠本地豬給你湯 你怕虧本 我都有聽過一些 全灣逃房那邊的人的說法 如果他們每天 是要封舍本門 即是叫做有些錢賺 起碼每天要湯400 400至500之間的豬 但是本地豬 每天供應只有290 294 好 我明白 時間有限 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討論 好的 好 歡迎回來城市論壇第二節 我們今天講講 本地逃場 逃房的運作 和一些本地的防疫 非洲豬 剛才講到那個 逃房牌照 大家都有些意見 覺得應該怎樣跟進呢 是不是應該要 有沒有說罰款 或者是不再續牌 大家怎麼看呢 現在那個逃房規例 是要拿牌照 才可以營運逃房的 而那個牌照 就是食環住那邊發的 那就是12個月 就要逐一次排的 所以如果這次發現 全灣逃房是在 沒有合理理據 如果大家證實 他是沒有合理理據 辯解底下 是停止那個屠宰服務呢 他是應該要受到懲罰 不過那條文 就沒有清楚說 要罰他些什麼東西 食環就最多是說 出封警告信 警告他而已 當然可以最嚴重的懲罰 就是下次續牌 不再續牌 不續牌 不續牌的時候 要怎樣處理呢 其實全灣逃房 我們本來 其實政府審計處 也做過調查 然後呢 全灣區議會也做過調查 當時認為全灣逃房 設施都夠了 還有規劃錯誤 因為他旁邊就有個海濱花園 所以根本上呢 已經有很多聲音 說要搬這個逃房 或者把他搬去上水那裏做 但是政府死都不肯 死都不肯 要保留全灣逃房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萬一上水出事的時候 我有個後備方案在那裏 但是這次呢 全灣逃房呢 正正呢 就是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在那裏玩什麼 就不開工 是不是 你又解釋不了 所以你唯一生存的價值 沒有了 還有第二個價值 民主黨當時都建議的 就是說 我們呢 可不可以做分流 就是說大陸來的豬 就在上水那裏處理 如果是本地豬籠的 就全部集中在全灣處理 那你就做到一個分流 不會說大陸豬有事 全場的 連香港的豬籠的那些豬都要殺 那但是分流呢 又做不到 那你分流又做不到 後備又做不到 那你還保留一個 全灣逃房來做什麼呢 那我覺得可以真的考慮 認真檢討 是不是真的要收回他的牌 或者再想一想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那看看大家怎樣看 何俊賢 或者這樣說 我有一點澄清的 就是剛才黃議員就說 他的 是不是確定 他的原因是不合理呢 那我很肯定地說 他的原因是合理的 所以政府是不會在這方面做到任何的工作 清潔消毒 誰不想 那也都合理 不過林先生就說他遲了幾天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追究一下 時間和時段都可以不合理 是的 所以這方面 你到最後還是追究他 一樣會有其他的原因 寫封信可以解釋到的 但是 我要再重新去一句 就是 全灣逃房的做法 他有他的想法合理 上水逃房的做法合理 豬籠也合理 議員也合理 甚至是買售 他也合理 但是各方面的辭份 就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次的事件就是打泥漿摔割 打完泥漿摔割之後 就出來一個叫做 相對合理的結果 就是等到星期一大家有豬食 但是 中間政府裏面的協調工作 就要做裁判的 條例裏面 剛剛 黃碧雲議員都特別提到 那個條例裏面 其實就是一個裁判 然而他的條款是非常粗疏 其實 全灣逃房的續藥 我相信都不是很檢討的了 看看過去沒什麼事 就續了 行之有效 就繼續做 但是 未來的話 我們面對非洲豬瘟對我們香港的壓力的話 是不是需要進行檢討 或者這種檢討 不是今天或者下次續藥能夠完成 但是 我們是不是今天應該要展開討論 沒有 不過 一刀割一刀不下去 我現在取消你 或者是 我強行加兩條 但是這一個加幾條下去 加什麼呢 其實我經過談才行 我不知道年底能不能夠完成 那個分流大家怎麼看呢 剛才黃碧雲也提到 就是 分流本地豬去荷灣逃房 內地豬去上水逃房 大家怎麼看 尤其是兩位業界朋友 我想分流對我們本地養殖業來說 就比較重要些 其實在1月份 我們也有搞了一個不合作運動 其實在之前之後 我們都不停跟政府有討論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是有要求過 可不可以荃灣逃房全部淘汰我們本地豬 你又不要影響我,我又不要影響你 因為你的運輸交通,以交叉感染來說是很重要的 其實政府,漁龍署方面的部門也都看到這個問題 但是在跟兩邊的逃房商討,和荃灣的逃房商討 那邊的壓力會很大 令到這件事件是不能夠完成的 是不是都是成本問題呢? 成本問題是... 他就說我們本地豬去不到這個數目 譬如每天是劏400豬,本地最多都是300-300里 他的成本效益低了 其實我們業界也有一個意見 沒問題的,你收我貴一點 夠你消費為止 加回20%、30%的投票,我們能夠接受的 是不是?我們買的是安全 是不是? 那個價值是很大的 不是說你20%、30%的 就是在我們業界中 但是他們也不接受 變相來說,你這個理據被我們禁止了 一句都說完了 那他還有諸多理由的 問題是你接不接受的 好,許先生 其實分流方面,未發生手中的事 我們已經和政府已經相當很多次探討了 為什麼呢? 一個營運者,他所謂私人企業 對不對? 他一定是有一個屠宰的量的數目 才維持他日常的經營期費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以他來說是接近500株 才能夠cover每天的營運媒費 我們豬籠每天能夠供300以外的 但是能夠持續呢? 這個來說是日後話 因為我們香港的豬籠 那個產量跨越限制了 一年最多是七萬頭 七萬頭,因為以前當然是多了 至於國內來說是分流來說 除了湯本地 有人說,不如可不可以國內運一部份的豬去荃灣 但是這樣分流嘛 分流說,國內運到豬 就唯一一個豬場 運到荃灣,就不能夠運到上水 運豬方面,我的豬車車到荃灣 又不能夠運到上水 避免是分流,避免是交叉的 即是豬車都要多一點的意思 沒錯,還有 人家的供應商 即是我供應香港 你要我規定去做一個單人的生意 不准第二間分店的生意 那人家不同意呢? 安全考慮嘛 沒錯,好了 我們覺得很方便 不論是塗主的隻數 運輸,入口箱 供應商是否原意呢? 供應商是否原意呢? 即許三角 你當我們買手來說 如果入口箱分流 我會在上水 又要湯了本地 突然間來講 我又要湯本地 我要去荃灣 那我去荃灣買去 又湯本地 又湯國羅的豬油馬 那我又要來荃灣馬 這是工作方便來講 方便的東西其實就可以 即是習慣 就可以慢慢去改 那我們 即是民主黨都是一早 在非洲豬瘟出之前 的時候 我們已經說要做分流 即是我們是要保護本地的豬農 即是本地豬 是不要被大陸那邊的非洲豬瘟 是影響的 那問題呢 現在講來講去 就是本地豬夠不夠 養起荃灣豬房 那就是如果現在我們是有 每年有43個養豬場本地 就是大概供應10萬頭活豬 那有沒有可能在發牌那裏 是研究著量增加 它們可以養豬的數目 那些豬場當然 你們要看一看 它們本地那裏有沒有空間 可以擴展 可以擴展多幾多 那如果它們可以由大概 二百九至三百左右 可以增加去到四百 如果可以去到四百 或者就算不是四百 三百八 那它們都在說 就是它們可以寧願給貴少少 湯豬費 那起碼就是 荃灣豬房是夠生易做的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一了八了 就不用再發生這些 停工啊 或者是交叉感染的問題 何俊賢 姚貞 謝謝 很簡單 其實我們都 民建聯都提日日清 很多很多 日日清和分流很多次 但是我們要研究究究竟 如何可以實行 剛剛講過價錢的問題 第二就是 在牌照方面 我覺得 荃灣豬房這張舊約 當然可以和它商討 能不能夠添加新的原因 在危急的時候怎樣去做 甚至將來發展的方向是怎樣 甚至我們有一個新的看法 是不是可以 拿出來再投過呢 讓我們現在新的時代 新的形勢 面對非洲豬瘟壓壓力的話 甚至是要求 紙丹一湯本地豬 這張標 有沒有人承擔呢 我覺得這件事 才可以擺在社會上去討論 才是更加現實 剛剛黃議員特別提到 或者可能會出現政府 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太過在辦公室裡面 看數字 我們不想增加養殖量嗎 現在問題是 我們的豬籠 連找個牆去搬 搬個隔壁 去裝修 提升我們自己的生物保安 都有壓力 所以兩邊的平衡來講 生物保安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生物保安符合不到的話 我們增加不到供應量 所以土地 也是我們的問題 好 可能要看看 農業員的法子怎樣 好 我交給福建中學同學發言 主持嘉賓 你們好 我是來自福建中學的學生 其實廣東省發生 首中的豬瘟個案 已經是在去年到12月發生 至今已經超過了五個月 其實一早已經有所先兆 但政府也沒有相關的措施去預防 例如在運輸的過程 或者入口檢疫方面 做得更加謹慎 下次面臨在同樣的情況下 你們認為政府也應該 如何去改善現況呢 而且業界是否也應該 主動跟政府去溝通 提出一些防疫的方案 因為畢竟業界 其實有很多專業的知識 其實業界是否有責任 做好防疫呢 好 謝謝 接著交給是巡島中學的同學 多謝主持 我是來自巡島中學的中五學生 李俊瑩 我明白非洲豬瘟的傳染性是很高的 一帶有豬隻染病 都會傳染給其他豬 所以政府去撲滅 或者去關閉逃房去清潔 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 但是這個關閉逃房 不單止令活豬供應受到影響 近年活牛活羊的供應都受到影響 其實我們看到香港已經是過分 集中於在獄使用上水和荃灣逃房 我想問問黃碧雲女士 會不會建議之後政府 可以增加其他逃場的使用率 例如長洲逃場去增建長洲逃場 以及配備一些相應的設施給長洲逃場 將來再發生這些事件 還有其他逃場可以繼續維持這個逃宰服務 第三方案 即是豬要坐船去長洲 現在也是 好 我再交給福建中的同學 主持再座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來自福建中學的學生 現在社會對於殺豬這個問題 是非常之兩極化 作為一個豬肉商的代表 其實你們是有一個社會責任 向市民提高一些安全潔淨的豬肉 請問你們認為 我們作為市民都明白到 其實你們是有你們自己的商業角度利益的考慮 請問你們認為有甚麼措施 是可以平衡到在業界利益的同事 亦都可以履行到 你作為一個豬肉書商的社會責任 多謝 好 麻煩說到社會責任 再交給巡島中學的同學 主持各位嘉賓 我想說 其實就著剛剛的問題 已經提出了本港的豬肉供應 其實有來自95%是來自中國內地 只有55%是來自本港 其實是反映香港過分依賴內地的豬肉供應 其實事實上 香港曾經在2000年的時候 曾經接受過泰國或者馬來西亞等地的供應豬肉 我想問政府會不會就這個問題 遲些會再考慮一下 好 增加那個供應量 不過 你可能和逃房沒甚麼大關係 你來了都是要燙的 都要找地方燙 好 我們稍後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繼續交給同學朋友發言 好 最後一節上談 今天我們講講 本地逃房的運作 以及怎樣防範非奏駐運動 交給這位先生發言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就是育商來的 但是我就逃場 前方逃場是五湯是很適合的 為甚麼適合呢 因為我們五百雙號 個個龍靶都有的 如果你前方逃場開的時間 我滾豬湯行不行 你滾豬行不行 那些龍靶呢 是每間雙號都有的 有龍靶的話 那你說你接得我湯 你不接得他湯嗎 所以經過講話是對的 運作呢 那個圖場呢 那牌照呢 牌照要一定湯 那牌照呢 你的牌照 賣甚麼都可以 不說你一間公司 那牌照說他一定要湯 一定要湯 因為那個運作不同 你趕豬去湯 車隊又去那裏 那那些豬就連了龍靶 你塗上 你五百豬 那些豬 那些豬 還未夠的人湯 是很適合的 而且政府一做錯了 就二號 好明白明白 好 謝謝這位朋友分享 謝謝業界朋友 好 我交給後面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首先講一講 對於這次的事件 對業界來說 我是同情的 OK 還有我覺得是 對於農業來說 其實不要說臨時 其實香港需要 重新再發展那個農業 不要說要做一個後備 但其實這次的重點是 其實這次不是第一次 再發生一些類似的事件 香港政府仍然用一個很遲段的手法去處理 由這次的G1 到之前的禽漏感 甚至是SARS 全部都在大陸 好 那明顯就是大陸 根本就沒有控制過這些事情 好 我們看看怎樣加強過防疫 交給大帽這位先生 五百萬大家好 根本就是特區政府 已經這二三十年 好過很多經歷 很多這些風風雨雨 有關於禽畜的問題 為什麼應該經驗很豐富 所謂的 所謂的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逃房呢 可以講 那你為什麼 始終 你都是要賠錢給人 為什麼扭扭靈靈 搞到大家的社會上突然間緊張 好 麻煩你交給 最後呢 你荃灣球場 你又搞不定 好 交給五滴希 有兩點 第一點 那些豬來香港之前 在這個大陸清水河 都停一停的 其實是否應該在那裏 香港派人呢 做些檢測呢 快速檢測先 第二呢 我覺得荃灣圖像再比牌 應該起碼要他一年經營二百幾日的 因為呢 其實湯了大陸豬 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上水這個事情 其實呢 不是因為某一批次 而是因為上水逃場 變成一個逆區 還有呢 現在湯的豬 根本就不是有病那個批的 所以根本 所以呢 我覺得荃灣逃場呢 譬如湯二百幾日 是在日間不曉民的時候 湯應該是可以 給他運作到 有時候就可以 好 謝謝嘉賓藍色母 這位先生 我是城市論壇之友 我想請問一下台上四位嘉賓 如果政府六寧 要銷毀六千五百隻那些豬 是非洲豬瘟那些豬呢 那些就沒有說有非洲豬瘟的 我還沒講完 好你繼續 我澄清一些資訊 首先呢 你們應不應該銷毀 應不應該 所以你們接不接受 其他呢 好 我看那些逃房呢 中間呢 你們自己的運作呢 上面呢 是有少少少混亂 好 謝謝嘉賓後面的 戴眼鏡天位先生 好啦 無論 即是非洲豬瘟都不是近期的事 都說了差不多半年 我不明白兩位議員 為何還在接納一月時休息 衛局說 在清水河架一旁就搞定的 無不親在大陸來的債的逆區 全世界面對逆區 送出來的活豬 甚至豬製品 已經是禁止進入了 這個香港是立即要檢討 剛才何俊賢說 可能要到年底才檢討 這個fail豬瘟 我覺得非常好笑 這個是急市民所說 要立即檢討的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禁止大陸的豬進來 我們香港就算供應不足 我們香港人吃貴豬 都保障香港人健康 保障香港豬農獎的豬的健康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徹底保護這個逃房 還有香港人的健康 交給黑色衣服這位先生 我覺得如果你說 荃灣圖像症做本地豬 其實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因為它30%是五封行的 它產業鏈的一部分 所以它一定要做大陸的豬 這件事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你說要去做本地豬 它就不做 根本上就不做 找第二個做 反而我覺得現在我們檢討程序 有一個問題 我們說 我們的獸醫 這個程序說 獸醫發現了是淋巴總大的 我們有沒有數據呢 有沒有分析呢 我們所有淋巴總大 看到有什麼問題 目測覺得它不是就不驗 我們這次有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強制化驗呢 好 我們這些是可以改善 其實我們可以改善 好 交給論壇自由 我是論壇自由 我覺得沒有利益全灣圖房 政府應該要責任 你發牌 那時候已經考慮到別人 可以做多點功夫 可以賺多點錢 我做個老闆 我不賺錢 我不會做的 我也說那個牌照規定 一定要劏的嘛 大家可不可以看清楚 好 回到台上 剛才有人提過 如何加強防疫 我知何俊賢希望加強抽檢 你希望每個批次 每個車都抽 是不是這樣 這也是行業的看法 不過呢 有些資訊澄清 由始至終 我們都是歡迎大陸 大陸的內地的豬力公港 因為市民需要 所以我們在檢測方面 特別要做多些 但是 有很多人就說 內地來的豬力究竟 是否安全呢 我給大家一些數據 第一就是歐洲 已經出現了非洲豬瘟 它對抗了三十年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三十年 我們中國呢 就在東北面 就發現第一單的時候呢 是2018年的八月 用了四個月的時間 去到十二月 已經去到廣東山全國 差不多都爆發了 那麼我們在清水河畫這條線呢 是守了五個月以上 首先 就要感謝我們特區政府 和香港市民的理解 和我們內地的側檢部門 在這條線守了很久 好 時間有限 檢測那裏 檢測那裏呢 我希望呢 特區政府和市民都要理解 它不單純是九十二個版 它整套體系 包括隔離 檢驗 長的質量 去做的 剛才我想說 剛才有一位市民 特別說 我不是說年尾師公園 非洲豬瘟 我們一直關注民建聯 一直在做著 但是 我說那個牌照 是不是在實際上 是這個年度裏面能夠完成呢 我很希望能夠完成得到 但是不行的話 我們都沒有辦法 就好像政府 不可以一箱情願跳出來說 明天荃灣可以供豬 我進了豬瘟 明天就可以供給市民 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發生的 我們要實事求是去處理這些問題 好 檢測那裏大家怎樣看 我覺得是要加強那個檢測的 如果能夠在清水河那裏做好那個檢測 那是有很多 還有入口箱都應該有這樣的責任 還有中國海關都應該要做好的 因為如果你在大陸那裏截了那些有問題的豬 就不會 搞到來香港那裏出事 但是我覺得 整件事就是說 在廣東或者大陸的豬場的疫情 非洲豬瘟是發生了一段時間 但是問題就是 國內的農場 那些豬場 其實那個疫情的資訊 不公開不透明的 雖然現在政府說 所有來香港的大陸的豬場 都是註冊了的豬場 但是問題是 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們 現在公港的註冊豬場 是不是真的沒有非洲豬瘟的豬出現 有沒有那裏死了的豬 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這一個問題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香港發現 把關根本就不嚴謹的 我們看過審計處的食物安全的報告 根本上在去年4月至5月期間 有9批牛15批豬 是來自6個大陸的 沒有註冊的公港農場 即是說 偷雞走私 混了過來 不知道哪裡吃豬沙大的 還是什麼的 都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在把關上面 香港把關做得不夠 國內的把關也是隨便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最大的 我回應 國內的檢植制度相當不緊 因為我已經經常接觸 我們從資訊方面 每個頭豬出豬之前 動檢任賢去過場 抽檢一定要 癌血 逐格來觀察 24小時閉路電視 認為沒事 再裝箱 入讀去清水河 而為了在清水河檢密站 三公里外設個關卡 許先生能否贊成加強抽檢的內地豬 現在是92次的一年 抽檢來講 這個是精度 這次發生的事 途上不是沒有抽檢 一樣是有抽檢 抽檢來講 一樣是有流氓豬 我就懷疑 這次不是發病豬 是接受感染的豬 因為未發病之前已經討論了 好 看一下林先生 最後幾十秒 幾十秒 不是很夠時間回應 我也回應剛才 有些說 逃亡豬什麼原因要殺殺 站在我們養豬的角度 一定要殺殺 我也嫌太遲 因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就說有一個YE 有一個標準 其實你那裏發現 成為育疫區 不是說你的豬有沒有病 而是你上水逃房 整條生產線 湯豬的生產線 是受到感染 而你再上去湯的豬 下來是全部受到感染的 點在這裏 不是跟豬有健不健康 適不適合食用的問題 而是你的生產線的問題 謝謝大家 看看明天是否真的有 鮮豬、鮮牛、鮮羊肉供應 大家記得看看套房 絕對有 不過也要留意價格 不知道會不會又貴一點 有些食肆應該就安心一點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